歡迎回到愛爾達電視跟著雲花來欣賞2015年ITTF德國公開賽的轉播 場上正在進行的將是女子單打的八強戰 第一場比賽要為您帶來的是畫面下方 身穿藍色球衣的新加坡頭號女單馮天威 要來出戰的是畫面上方代表中國的選手劉斐 馮天威目前事業排名已經竄生到了第四名 在最近剛在印度落幕的亞洲盃 比賽當中非常不容易 馮天威連續擊敗了兩位中國隊一線的好手 包括年輕的朱宇玲還有很有可能要代表中國隊出征禮約的劉施文 最後拿下了亞洲盃的女子單打冠軍 這是馮天威的生涯第一次在這項賽事當中奪冠 賽後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他也提到說 現在中國隊又要重新注意到他了 應該馮天威能夠擊敗中國兩大高手 他的狀況非常好 但是現在面對中國新秀劉斐 這是消球選手 這個防守型的選手 馮天威的打法 就跟擊敗劉施文不一樣 因為畢竟劉施文是快打 馮天威本身也是快捷作為主 但是你碰到消球選手你的進攻能力就不是只能直快 你能夠進攻能拉能夠做一些防守 甚至拉球的節奏要有快慢的變化 這個球你可以看出 當你拉的質量不足的時候 劉斐的這種反拉就開始進攻了 所以打消球選手呢 技巧上呢 變化上呢 可能 節奏上呢 比這個快攻擊選手打法完全是不同的 中國隊在近幾年也出了非常多的消球好手 除了說原本呢 在一隊裡面表現非常強顏的舞陽之外 包括了前一屆試領賽打出名號的胡立梅 現在又看到了劉斐 所以不管是傳統比較正統的打法 或者是比較多樣的打法 中國隊的人才都是這樣多的 對 當然這種訓練 它是有長期的計畫性 畢竟像劉斐這種消球選手 當然從整個打球的身材條件 基本上就是要稍微高大一點 然後整個個性上一定是溫和型的 因為消球選手畢竟呢 就是對方一直進攻 你就是一個反攻反拉 或者是拼命的消 就好像是在救球 那我想這場球賽呢 你可以觀察 消球選手呢 你要贏他一球呢 也沒有那麼容易 那冯天輝呢 勢必要拿出結交的一個進攻 但是進攻的時機呢 也要掌握啦 也不能說拼命的一個發力 你的力量一定要有變化 你才可能突破消球的這種穩定性 那現在呢 可以看出冯天輝呢 高調式的拉球 就是等待機會 一個加速 還是沒有機會 還是變慢的 只能說冯天輝今年球季跟消球手 真的非常有緣喔 在科威特公開賽 他也是連續兩輪 打到來自歐洲的這個消球手 對 你看這個球已經來回一二十板 對 你可以看消球選手 它的穩定性呢 你沒有辦法打開的話呢 可能你要拿分切死不容易 經過非常長的來回 雙方依舊在僵持啊 哇 這個球呢 忽然間呢 一個不賺的消過來 逢天輝呢 也是 差蠻多的 整個打到球桌的外面 那這場球賽 可以明顯的呢 從比賽的過程 逢天輝呢 應該要打起來 非常辛苦啦 那中國的劉匪呢 能消能工 主要呢 紅色這一面就是平面膠皮 他在消球上呢 他可以製造呢 轉與不轉 甚至呢 做一個反拉 那他的反手這一面呢 使用的就是顆粒 顆粒呢 是一個抗旋轉 你拉過來的球 越轉呢 我消回去的球呢 就是反旋轉 所以我想 逢天輝呢 你要突破哪個方向 可能心裡要有數 一般來講呢 你如果打他的黑色的 這個顆粒這一面 可能掌握度會稍微好一點 因為紅色這一面呢 消回來的變化是蠻高的 哇 逢天輝這已經是連續兩輪都碰到中國小將的挑戰 在前一輪的十六強戰呢 他碰到了也是年輕的李家元 台灣來自中國的選手 苦戰七局才顯勝 這一局呢 感覺上劉肥也不好應付 喔 中國的 只要能夠 來出賽打國際賽的選手 事實上呢 已經是國家的這個栽培的運動員了 所以 磁力呢 都非常的堅強 沒錯 好 正手削 喔 逢天輝呢 在進攻上 你可以看出喔 拉過去的質量呢 雖然不是很強喔 他事實上是在等待機會 稍微偏高呢 他一定要加速的 劉肥的反擊 喔 反拉 漂亮的 又是重新削球 又是超過了二十萬球的來回喔 對 哇 又是一個 非常賺的下線喔 那也可以看出呢 劉肥的反手 這個顆粒削過來喔 那新加坡這位選手呢 馮天輝 哇 拚命的往上拉喔 很明顯的呢 摩擦力不足呢 直接的掛網 那打消球呢 你平常沒有訓練呢 在比賽當中 確實要贏一球不容易啦 那當然 對消球選手呢 到底消過了 賺與不賺呢 這麼短時間呢 一定要判斷 要非常的正確啦 你稍微的遲疑一下呢 你的進攻就會產生一些的失誤了 好 中國的劉肥發球 6比6 第一局了 雙方就纏鬥得非常激烈 對 我另外 想拉中路的時候出現失誤 對 當然 消球上你可以看出喔 他這個 從 反手的 這種消過氣的力道喔 事實上他摩擦的 強弱呢 也會影響旋轉的 好 反拉 漂亮 當你拉球的質量不足呢 你要預測喔 可能劉肥會反攻回來的 好 兩大角度 哇 最後呢 還是 消球的 劉肥的這種 加轉的旋轉喔 這個球賽呢 我想 新加坡 馮天威呢 你可以看出喔 這種下線球呢 一定要能夠再能夠往上摩擦 中國小將現在反倒是取得兩分的領先喔 哇 這劉肥的鎮手 確實反攻能力太好了 而且打得非常有耐心喔 所以 中國的 整個乒乓球的發展齁 尤其女子選手呢 除了進攻的這些有名的 包括呢 劉斯文 朱宜林等呢 消球高手太多了齁 事實上 齁 要在 中國打這種 要贏這些選手呢 平常一定要有消球的排練 哇 這個球就打得 非常的標專齁 不管是在落點 速度上的處理都有些變化出現 對 而且呢 可以看這 洪天威呢 有擺短齁 有前後的讓他移動 最後一板球呢 就是重板的拉球齁 拿到的分數 好 劉肥的發球 好 那你沒有進攻呢 也沒辦法拿分的齁 所以呢 碰到消球選手 麻煩就在那邊 你如果 只有這樣擺過去 這樣戳回去 消球選手平常就是這個訓練 好 那你要進攻 一定要細心的觀察 到底他過來的球 到底他的旋轉度是 轉與不轉 這個都是要考慮的 這個是旋轉完全判斷錯誤 對 感覺上看到一顆出台的球 馮天威想拉 但是沒有拉近 這也讓中國小將劉肥 是以11比7 搶下比賽的第一局 在這場八強戰 1比0 暫時領前馮天威 歡迎回到轉播的現場 2015年 ITTF德國公開賽 女子單打的八強戰 現在畫面上看到這位 是在兩年前 剛剛升上了 中國隊 國家一隊的選手 劉肥 他在出戰新加坡 頭號女單 馮天威的比賽呢 第一局就展現了 非常強的韌性 對 11比7先搶下了領先 從比賽的整個穩定性 而且他正手的反拉齁 事實上劉肥是很年輕 我想應該也在隊內 也不輸給舞陽 這位比較有名氣的他的前輩 那劉肥呢 以整個打法上的靈活度 你可以看出 確實呢齁 你要打敗他的話 每一球每一球呢 都有 要有所變化啦 齁 你只光一個角落呢 或者拉的質量 速度一致的話呢 劉肥很輕易的人 就能夠消回來的 1比1的平手 好 反手先拉 哇 又是一個 特別賺的下線齁 那 從這邊也可以看出齁 馮天威呢 一稍微遲疑的 球呢 他可能就是 打下去的這種信心不足齁 可能就是產生的失誤 好 正手的拉 要來削球 好 前頭先掉 對 重板 削得忙我 功不死喔 哈哈哈哈 好 重板了 終於齁 擺一個 天佑的轉球呢 讓劉肥往前 當然掌握了一個旋轉齁 直接的 最後這一板的 重板擊球 哇 這個就打得最理想的啦 但是呢 齁 能不能每一個球都製造這麼好啊 也要考驗呢 齁 這個 齁 這個 這個看起來就是一場 十九戰跟消耗戰啊 又是 是 不是非常賺的齁 是 不是非常賺的齁 削過來的球 下一個重板 結果對方就反攻回來 沒錯 在德國公開賽呢 中國隊並沒有派出他們一線的選手來參賽 比較 呃 來參賽的選手都是一些年輕的 具有潛力的選手 所以我們在這一戰的比賽看不到 呃 我們政府提到的齁 是因為經常在國際賽打的齁 事實上這些年輕的好手呢 在國內來講呢 都有機會打敗這種他們一線的高手 齁 你可以看出現在這麼年輕的劉匪這種消球 齁 你沒有一定的高水準的能力呢 你要拿一擊 確實是不容易啦齁 那當然馮天輝是有這個實力啦 就要看他今天呢 能不能製造一個齁 好一點的時候呢 就要重板的擊球 你的拉球的力量旋轉是 不是很強的 你要突破消球是很困難的 當然馮天輝會慢慢的調適的 第二局的比分來到5比2 齁 這個球發的非常短齁 也讓他這個劉匪的動作上稍微慢了一點 那我想劉匪會特別注意 齁長膽的搭配 對快攻 齁所謂的強攻齁 往劉匪的中間中路這個突破 所以下子呢也讓劉匪 沒有辦法退到定位來好好的消球 回到2分的差距 劉匪的發球 其實就像是消球選手 雖然用的膠皮怎麼會一樣 但是每個人消出來的球都還是不太一樣 所以並不是說會打消球選手 你就能夠每一個都打得這麼好 應該是他的正手一般都是平面 那黑色呢就是反手位大概都是顆粒 他顆粒呢有很多膠皮的這個類 種類齁 事實上呢每個選手可能持用的膠皮的場排都不一樣 大概多少都有手變化 所以你平常呢你要適合能夠消對方的來球的話 平常要做研究 所以這個是比較難的 當然剛剛講到如果是正手是平面呢 基本上大家很熟悉啊 因為平面膠皮是一般攻擊選手都是採用的 好像這個黑色這一面齁 就是劉斐所使用的顆粒 這個顆粒呢有可能跟舞陽是不一樣的 沒錯 所以這個是在乒乓球武器上呢 是不同的 好就是用顆粒齁 哇這個球 想要消很低齁 結果是觸網了 分數呢來到7比7 我認為慢慢的把分數給追上來啊 在整個擊球弱點上面呢 變化變得更加靈活了 好彭天輝呢一直等待機會喔 他這個就是高調拉球 好中板 再次的中板 哇漂亮喔 這個球 你可以看這個彭天輝呢 確實是很有經驗很冷靜齁 擺到偏高的球呢 連續兩板的大角度的掉開 這也是面對消毒選手最有效的進攻方法啦 這個攻擊選手呢 消耗的體力是蠻多的 好彭天輝現在在第二局後來居上 喔打得 哇再次的中路 還是沒有突破 對劉斐這次守得非常好 中板了 邊推邊打 喔還是救起來 喔終於呢最後呢 洪天輝還是打到球桌的中間齁 就是要用擠到這個劉斐的身體這個地方 就是讓你用反手消也不是 正手消也不是 對對對 草綿在觀戰的新加坡隊景俊宏教練 為自己子弟兵的表現喔 鼓掌叫好 現在洪天輝兩分領先 發球全在他的手上喔 哇喔他自己也搖搖頭 確實呢發出去的球喔 就是要進攻的 結果他在拉的摩擦呢 往上太多喔出界了 不過這時候 應該是去撿球喔 好第二個發球 然後呢 馮天輝呢 可以設定喔 短球啦 短球對 然後看能不能進攻得分 好沒有得分 大家就要重新顧及囉 還是做高調式拉球齁 先拉住對手 對先安前 好加速 還是沒有 祝林在做一些改變 哇劉斐這次想要 反手為攻啊 沒有成功 所以劉斐呢 他也是想說用 反拉齁來搶分 但是有時候呢就是 不能太勉強齁 現在馮天威逼出了兩個橘墨點 8-10 劉斐 反手的發球 對 小學選手呢 他這 一顆一顆 慢慢地幫你摩 再轉成反手 在拉球的 角度 應該是馮天威 打到球拍的邊了 看出黃天輝已經打個大概十板球了 最後這一板球 重心沒有站好 稍微差一點點 機球的結果就會差很多 9比10 劉斐追到剩下1分差而已 好 打個中路 加速 快慢節奏變化 再快 還是沒有機會 決勝的點 可能還是在中路的這一板球 反拉 漂亮 哇 劉斐 這一局當中成功率比較低 但是關鍵時刻 膽子真的非常大 還是照樣的反拉 應該是說能削能反攻 打出削球選手高水準的技術 確實要反拉 技巧要很高 而且摩擦的角度很準確 10比10 對 重板 沒有機會還是輕的 喔 終於 有前後移動了 以洪天輝來講 大概 一個重板 第二個呢 又想打穩 對他來講 得分的就比較難 一般來講 如果你重板能夠再次的重板 是比較有效的 快速 又是慢的 很可惜 洪天輝的銜接的重板球 應該加強一些 最後呢 又是旋轉的落差 那劉斐拿到了第11分 又是Deuce 錯過了第三個局末點 對馮天輝來講 想要搶下這一局了 真的不簡單 哇 這個旋轉度 應該是很弱的 所以 直接的出界 11比11 對 發短球 搶攻 喔 這個很少看見了 對方是 安全的回擊 結果劉斐呢 自己產生的失誤 這局的比賽時間其實也拉得比較長一點喔 可能對劉斐來講也會有些受到影響 好球 劉斐的這種 擺到呢 偏高沒有威脅性的拉球 你可以看他反拉的時候呢 是拉個直線球啊 動作的協調喔 這個路線是不容易發力的 結果劉斐還是打了一個漂亮的一個落點 再一次的化解掉了馮天威的局點 12比12 雙方繼續回到地 好 快攻 喔 漂亮 隔壁啊 在往前進的時候呢 整個擊球姿勢受到影響了 對 他的預測方向錯誤喔 往右邊跑 這個球跑到左邊 事實上喔 這叫觀察喔 年輕的運動員 他的心理的素質 因為畢竟這次國際的大比賽喔 對劉斐呢 能不能啊 後段的時機 掌控 中路 一中一輕 要去調動劉斐的腳步喔 這是孟天威已經是第五個局點了 哇 最後呢 來回一二十板球呢 劉斐還能夠站穩穩的做一個反啦 哇 這位中國的年輕的選手呢 不簡單喔 不簡單喔 他能夠這麼多來回呢 還能夠站穩的 做一個進攻 孟天威最後還是受到這個加速這一拍的影響啊 十三比十三 喔 再度回到Deuce了 哇 拼了 對啦 兩板 喔又回到安全 安全的拉球 這樣對孟天威非常不利喔 喔 這次打到劉斐已經站不穩腳步喔 推到比較長的距離喔 這一板沒有辦法銷回來 當然 這個球呢 也是孟天威呢 打球桌的中間 中路來突破喔 那 劉斐呢 自己要很清楚喔 喔 孟天威 比較有殺傷力的球呢 會往桌子的中間喔 做一個進攻 這已經是孟天威這一局所逼出來的第六個局點喔 好 又是中路 對啦 總算啊 歷經的千辛萬苦 孟天威 以15比13 歷經的第五局搶下比賽的第二局 在前面兩局打完之後 目前孟天威跟劉斐 贊成了1比1的平手 歡迎回到愛爾達電視 繼續欣賞德國公開賽 女單八強戰的轉播 場上正在進行的是 孟天威跟劉斐的比賽 一位是新加坡的頭號女單 另外一位呢 則是兩年前在康身上 中國國家隊一隊的年輕好手 兩個人在這樣比賽都是施展全力喔 現在看起來還是一場五五波的比賽 對 當然 當然 黃天威呢 還是 要拿分 就是進攻再進攻 當然 逮到好的時機呢 我想 黃天威的進攻的手段 基本上是打球桌的中路 就是擠壓劉斐的身體這個地方 當然 第二局打完呢 經過暫停 中國的教練應該會特別注意 就是說 中路的這個重板球呢 要怎麼防回去 好 就是右邊的角度 不斷的去改變球的落點喔 表北的反攻 被冯天威給擋住 漂亮的一個加速的 全通式拉球 那也可以看出啦 冯天威 這個 這一場球賽呢 勝負的關鍵 就是在你們 能不能掌握 一個加速的進攻 這是重板的一個攻勢 2比0 好 公路 是不是這個經驗比較豐富的 黃天威已經先找到 破解對手的辦法 過度雷板 哇 這兩大角度 再先掉開 好 等待機會 好 先戳一個 再一個 安全回過去 黃天威喔 沒有辦法的情況下 必須 要把角度打得更刁鑽 但 要貌的風險也比較高 哇 已經 黃天威已經打開了角度 馬上趕快要趕快 掉一個短的 但是呢 還是 拍面的角度不對 對 可以看出齁 這個 中國的消除的高手 哇 這個球又是打上 劉斐的身體的位置齁 那 劉斐呢 要能夠 清楚 而且要冷靜 思考一下 是不是說 這個地方呢 多注意 它的失誤力就會減弱 好 又是先掉開 這是策略齁 從天威最後 對 這板重板球的位置呢 大概就是 哇 漂亮的 哇 用顆粒啊 突然性的一個攻擊的動作 這個在消球選手很少見的齁 所以 這次中國的消球選手又是一個技術的突破 他沒有翻過來就直接用顆粒的一個進攻了 有點像很彈級的這種打法 對 因為他是顆粒也沒辦法做摩擦的動作 主要是用球拍去撞球啊 這個時候呢 已經有點齁 打亂了 冯天威的 這個節奏 前面黨局其實也沒看過劉斐用這樣子的打法 所以對冯天威來講 又要花一點時間才能夠去適應跟掌握 哎呀 就是 想要重板打向 中路 出界了 王天威還有一次發球的機會 前輪的比賽 劉斐也是打敗了 香港隊 非常有潛力的小將杜凱晴 而且贏的是相當輕鬆 目前在場上呢 還有另外一週的比賽正在進行 也是一樣的是 來自中國比較年輕的選手 顧若晨 要來出戰的是波蘭隊的李倩 冯天威的 拉球 你可以看出 他的拉球的節奏快慢 一個高調式拉球 哇這個非常刺力喔 看他整個往上的發力喔 最後呢 你可以看出 也是想要說 拉轉一點喔 往上 結果呢 對方的萊球的旋轉 有所改變喔 所以一個提拉往上的時候呢 就出界了 哇這是平面膠皮消過來的 不賺的萊球 劉斌 發在反手位置 喔 機會球 劉斌自己呢 覺得很可惜喔 也自己 對自己 一個點點頭就表示說 啊搶攻是對的 但是呢 就是摩擦沒有掌握好 沒有掌握 喔這個是機會球 這個機會球 發球搶攻 其實對於現代的 萧球手來講 也是必備的 你必須要會打的這種 戰術的套路 喔對啦 也是 馮天威呢 聯繫兩板的 一個 前衝的拉球喔 事實上 要打萧球選手要有這個條件 要有這個能力啦 馮天威齁 今天呢 也很少出現 聯繫的兩板重板 對 快慢 節奏 好球 不然間呢 一個拉 稍微慢一點的球喔 那劉斌呢 顧法沒有跟上 哇 顆粒削過來 特別賺 喔 拉的球呢 蠻進台的喔 喔 這下子也讓 馮天威 稍微拉開了比分 喔 漂亮 突然的轉手圍攻 對 今天劉斐呢 正手拉球 進球率還不錯 這讓他呢 始終都能讓 馮天威喔 打起來是倍感壓力啊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他會有手轉攻喔 對 那劉斌的這種拉球的 質量呢 又是特別的強 連續進攻 漂亮 防得好 最後呢 圍繫了 實機板的進攻喔 那 可以看出 最後這一板球呢 劉斌還是用他的顆粒喔 一削過來 就完全是下線球 結果呢 洪天威呢 也是 沒辦法拉過去 好 7比7 看能不能利用呢 洪天威發球喔 第三板的進攻啦 喔 這個球 插邊 喔 這是劉斌的揭發球 在 消球選手很少出現喔 台內的一個進攻 波攻 這個是 完全是 出乎 洪天威的意料 真的完全沒有去注意啊 對 當然是幸運的插邊球 第一時間呢 劉斌也是立刻做出手勢喔 跟裁判示意 好 加速 好球 第三板 攻了好幾板球喔 總算是突破了劉斌的防線 已經退到了這麼遠的位置喔 劉斌 還是有辦法 一百一百銷回來 從 在 比分來到的 後段喔 可以看出 洪天威還是很驚艷 他知道喔 沒有很強勁的進攻的力量呢 不容易拿分啦 所以看8比8之後呢 洪天威是不是 就是跟他拚了這幾顆球啊 好球 終於 這個球呢 輕輕的拉拿分喔 也是 劉斌 很難得喔 在沒有很快的來球呢 自己的失誤啊 就看年輕的選手的 心裡的 抗衡了 沒錯 來到第三局的後半段 現在 洪天威暫時有一分領先 又是 右手轉攻喔 這個是在 銷球選手呢 重銷 反 反攻的一個能力 對 那以這個劉斌的動作 你可以看出 他拉球呢 動作的協調 而且力量的這種強勁喔 哇 這位選手呢 應該以後在 國際場上會常常出現的 非常有可能是劉斌 第一次代表中國隊出國打比賽 喔 這個球呢 沒有注意喔 就是說 你這夜關鍵的時刻呢 你要怎麼樣 掌握 掌控整個場面的情緒喔 還有弱點 就要看劉斌呢 能不能適應了 哇 太急躁了 太急躁了 所以呢 以11比9呢 這一球呢 輸掉了 也輸掉了這一局喔 可以讓馮天威呢 在先丟一局之後呢 連桿兩局 現在新加坡的頭號女單2比1 暫時領先中國小將劉斐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阿爾達電視繼續行程 2015年ITTF 德國公開賽的轉播 場上女子單打八強戰 藍色球衣的馮天威喔 出戰中國小將劉斐 雖然說呢 馮天威是先丟一局 但是接下來 連續兩局都來到後半段啊 那是 抵擋住了 中國小將的搶攻 那落後的劉斐呢 那還是要消球還是他的打法齁 但是呢 要很注意齁 我們因為在進攻的路線上齁 輕的是沒有問題 重板球呢 中路 像這個球齁 這個位置呢 還是要自己要 預測 預測齁 他的位置是 喔 這邊要防得住 沒錯 其實從第一局打到現在 可以看到 中路這條線路 是馮天威喔 積極去搶攻的一個地方啊 那一旦劉斐喔 抵擋不住的話 很容易因此的掉分 對 喔 又是來 哇 沒有 董天威以為是出界了 對 結果沒有想到 這球剛剛好彈在靠近桌邊的位置喔 對 判斷的失誤喔 這個球 以為出界了 結果呢 直接的 打向 董天威的 大角度 那 這場球賽齁 因為單打的比賽呢 是七戰四勝喔 我想 最後的結果 不管是誰贏誰輸喔 我們這位應該是 要消耗非常大的苦力啦 非常多的苦力 哇 想要還是要排短齁 這個要排呢 也是一個 理想的戰術 但是呢 當你的旋轉呢 不是掌握的 切實的話 就會出現失誤 劉斐在第四局一開始 取得三餅的開局 其實剛剛在 休息的過程當中 也可以看到 馮天威已經開始在 轉動他的肩膀 這也表示 前面三局打完啦 已經 用了非常多的力量 這個應該是 打完三局的進攻 尤其他正手的 進攻喔 喔 這個插網卡貴啦 幸運的一分 以這種打消球選手 你可能打一局的正手進攻呢 可能跟 攻擊選手 打兩局以上 沒錯 所以事實上呢 確實是要有 你的 體力之外呢 手臂的這種力量 怎麼樣展現 喔 你看可以加速了齁 好球 在跟膠球選手打的時候 這種拉球的力道 往上提拉的動作 所耗費的力量 會比一般跟這種 浮圈球的選手來打 耗費力量更大 3比3 要觀察齁 還是 劉匪呢 他這種 中後台的穩定性啊 因為消球呢 喔 發球呢 突然先那個長球啊 擠壓了 逢天威的位置 搶攻了 發完球呢 劉匪 不然間的 採用進攻 那這樣的戰術 就是說 我發球還能搶攻 那對 對逢天威來講 就是說 欸 我揭發球呢 可能就會考慮得蠻多的 所以戰術呢 齁 如果很多的變化呢 當然是最有效的 好 拉慢 拉快 哇 最後呢 轉一個正手 對 這個是劉匪的 所謂的正手 平面膠皮齁 多次的變化 你可以看出 他原來要削了 他輕輕的 帶過去齁 形成一個上線球 所以逢天威呢 也沒有特別的注意啦 沒有注意喔 結果產生的失誤 喔 現在又削了 喔 又是一個不賺的萊球 所以在 平面膠皮 削過來的旋轉落差是最大的 所以逢天威呢 可以明顯的齁 這個 落後的4分齁 那拿分的話呢 我想 打劉匪的 做反手位呢 會來的順一點 沒錯 是不是改變齁 又是 喔 劉匪可惜了 一個想要搶攻齁 但是沒有打好出界 這其實也是 中國隊的小將齁 在前面局 後半段會碰到的狀況 那前半段打起來 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當比數 慢慢來到後面的時候 會出現比較多的失誤 對 拉向反手 喔 漂亮 漂亮 這個是由 完全呢 採用的 對逢天威最理想的一個戰術 那在比分呢 來到中後段呢 比逢天威的 擊球的路線齁 偏右的球應該不多啦 除了發球 對 除了發球之外 一般 會打向 對 反手位為主 以消球選手來講 在顆粒這一面 如果進攻擊選手打習慣的話 會比較喜歡打到反手位 對 因為比較容易去預測它回來的時候 對 它的變化性 旋轉怎麼樣 比較 不大 哎呀 可惜了 這個球也是 拉的 無限沒有掌握 哇 應該先擺齁 讓劉飛往前 當然你要打消球選手 前後的讓它移動是必要的 哇 這個突然間的 短球的進攻喔 所以劉飛拿到了第九分 對 在局數落後的情況下 好像反而激起了中國小將的鬥志 這一局當中我們看到的 馮天威反而是出現比較多的失誤 9比5 全力的進攻 後殺 好 殺高球 連續三板 角度總算是打開來了 開了 所以改造 事實上也是馮天威呢 製造出連續的進攻 那分數呢 當然還劉飛領先三分喔 如果拉近的話呢 對年輕的小將喔 經驗上就會比較差一點喔 這一分呢 劉飛一定要想辦法拿下 哇 又開始 要造成的失誤啦 7比9 剩下2分 又是考驗劉飛心臟的時刻啊 對 又是強攻喔 中路 中路 這個狀況喔 一般來講 應該是 中國這邊要喊暫停啦 因為畢竟 喔 現在2比1落後齁 那 這一球 這一球 一定要想辦法 劉飛拿下來 我想9比9呢 會 心態上呢 大概壓力 就會在劉飛這邊 喔 林威 現在又是連續的 中半 對 開始中半 哇 這一球 進喔 劉飛啊 沒有辦法消啊 已經連 連丟了3分 6比9 丟了下9比9 這個考驗喔 這個劉飛的經驗 那教練團啊 是不是有指示暫停 喔 換球啊 對 那個球好像打破了 這其實也是在換新的塑膠球之後 場上蠻常會出現的狀況 對 確實的這兩個選手來回太多了 而且 新加坡的馮天輝又是 打到後來常常會用全力去擊球喔 劉飛的發球 9比9 看年輕的劉飛 好球 確實是一個 一個重板的擊球 哇 這個是 也是中國的教練喔 我想 從 引先到 10比9 落後 那這個時候呢 也叫暫停可能太晚了 所以我想教練還是 讓劉飛自己呢 場上自己 作戰喔 對 可能已經錯過那個最好的時機點了 對 應該來講喔 對於馮天輝是很有利 因為以他的經驗 當然 這個比賽就看 技術之外呢 心理的對抗很重要 好 所以在剛剛劉飛被追上 甚至是追名的時候 都是可以喊暫停的時機啊 你可以看出 喔 這邊位呢 最後應該是會打向中路的 好 先穩住 往前圍的舉點 好 機會來了 OK 就是兩條線路的變化 中路跟 左半台 應該是最後是中路 中板 中板 綁得很不錯 哇 這個一二十板 哇 還是守住了 劉飛這一分 韌性非常強 對 好球 中板 還是沒有機會再穩住 哇 最後 你可以看出 這個經驗豐富的 馮天威呢 確實呢 很清楚 他要怎麼去打這場球賽 哇 劉飛最後想要消一個 比較深的角度 沒有成功 所以讓馮天威呢 連續三局 都以兩分 最小的差距 拿下勝利 現在是3比1 反倒先搶下 聽牌的優勢了 2015年ITTM 德國公開賽 女單八強戰 問你帶來的第一場比賽 新加部隊頭號女章 馮天威 雖然說呢 跟中國小將 小球手 劉飛 一開賽是陷入苦戰 但是 總是有辦法 化險為夷 在第一局丟到之後 現在他連拿3局 搶先逼出了聽牌優勢 對 當然 以馮天威來講 他心裡也很清楚 只要分數咬緊一點 只要能夠逼到後段 尤其他7比7 8比8 9比9 後段 應該他就很有把握贏球 但是如何能夠逼近分數呢 當然前面的整個戰術 也要很清楚 那以馮天威呢 當然也要強 全力的衝這一局 那士兵呢 能夠再拿下來 就結束比賽 那延場比賽呢 對馮天威很不利 因為畢竟馮天威的力量呢 用得蠻多的 尤其在進攻上 一板接一板 士兵造成他體力上的負荷 沒錯 現在比賽第5局一開始 由劉飛拿下分數 喔 搶攻了 好 落後的這個劉飛 對 搶攻了 打法上面要有一些改變才行 這個賽 這是蕭球選手 要有一些進攻呢 就是打亂對方的一種進攻的策略 這是應該做得繼續 又是把弱點這一次拉得比較深 黃天威在打笑的選手 這個意識還是非常好的 所以往往當比賽 打到後半段呢 會看到 劉飛的處理比較被動 好 殺高球 喔 漂亮 這個球 當然 也是 黃天輝的連續進攻 在策略上呢 達到最好的一個武器 應該來講 你拿分呢 就是靠進攻的實力 也沒有辦法說 唉 我不進攻 我去得分 這個難度很高 好 先掉開 黃天輝的策略 我想 不是非常強的球 盡量的掉開 兩大角度 那 要得分的球 哇 這個球沒有處理 彈掉了 下去太強了 對 以黃天輝來講 他清楚 左右前後調動呢 是在控球上 當然是 重板這一板呢 大多就是 採用呢 中路這一板 來拿分 好 中路 前後的調動 對 劉飛呢 應該這一球 這一局呢 有特別注意 喔 現在呢 可以看出 輕的拉球呢 打向劉飛的偏左方的 因為劍不太到力喔 對 所以 反而比較難消喔 哇 這個新加坡的 馮天輝呢 其實 以他 今天這個發揮呢 也是 他是算 打得非常出色的 哇 這時候呢 劉飛的 這時候 這個應該 叫暫停 應該叫暫停 這個 劉飛 整個 比賽的過程 這個完全不是教練 說要叫暫停 他就直接拿幾手 對 自己打到有點沒招了 對 也是應該叫暫停 因為 比賽呢 七戰四勝 只有一次的暫停機會 趕快利用一分鐘呢 緩和一下 那 也請教練呢 稍微做一些指點 當比賽 黃天輝不斷的在上演 後來居上的戲碼 來到第五局 雖然一開局 又是陷入到落後 但是 憑藉他的經驗 其實可以發現到 當比賽來到後半段 黃天輝這種連續發力的 作戰方式 越來越少 比較多都是用落點 因為他也知道 打久了 一直在出力的話 所以他是比較不利的 重新回到場上 黃天輝現在板到了一分超前 最後 顆粒削過來的 也是一個帶有一點點旋轉 但是 黃天輝很可惜 直接拉球出界 4比4 這個落點呢 是比較前一些 所以黃天輝要拉的時候 沒有完全拉中 好 長比賽呢 由於 雙方的每一分的來回都非常多 所以儘管只打到第五局 但是比賽的時間也超過一小時了 這個球 也是可以看出 黃天輝呢 現在 在正所謂削回來的球 確實是 所謂的旋轉 有轉與不轉 影響他的進攻 哇 又是一個正所 紅色這一面 所謂的平面膠皮 你可以看出 他削過來 是一個加轉 一個加轉 結果黃天輝 要往前衝 也是因為旋轉的不同 影響他進攻的穩定性 多打一些反手位 感覺上好像 黃天輝比較順喔 又是平面膠過來了 又是在中路這邊 黃天輝取得 有力的得分位置啊 這個球賽比賽的過程喔 當然 還是要靠後段的這種 心理素質的抗壓性 心理技能的對抗 那 中國的劉斐 能不能呢 喔 一個插網 過網 黃天輝呢 幸運的第六分 還是要提到喔 現在的比賽呢 來到了後段呢 確實呢 不是只有技術的對抗 要看 劉斐的心理的 有這個技術啊 想要反攻啦 對 劉斐守住了他的領先優勢 目前1比3落後的劉斐 要打贏這一局了 才有下一局可以 繼續拚戰 對 那 在 比分來到了7比8 可以從這邊觀察喔 黃天輝呢 大致上呢 很快的呢 就有機會就開始衝了 他會利用這個 這個戰術呢 趕快的能不能 處理喔 就是能得分喔 就是加速了 就是落臉的變化 有機會就發力喔 對 如果沒有的話 還是做一些 長短落臉的不同喔 去影響對手 發力 哇 劉斐 不斷的在前後的 去調整他的站位 對 而且很清楚喔 路線 又是來回 這已經超過30板球啦 最後在正守位 劉斐 劉斐 正守的小球 沒有能夠回進啊 8比8了 對 對 確實喔 一二十板的來回喔 你要怎麼沉得住去 而且呢 思想上喔 是每一球每一球呢 你都是很清楚 應該是說 你本身已經有這種 整個戰術的過程 當然 這個就完全靠經驗 這個對於 逢天威來講是 比較成熟的啦 對 那劉斐呢 能不能說 突然間做一些進攻喔 也要討勵喔 結果呢 在彈跳的當中呢 逢天威判斷有點 誤差 打到旁邊喔 球拍的邊喔 我想 年輕的劉斐喔 應該是在策略上喔 能反攻就反攻了 看能不能 欸 這時候呢 發球直接得分 哇 這兩分其實 彭天威都丟得太快了一點 對對 尤其前一分喔 影響太大了 這個球喔 有讓 輸在旋轉 判斷不夠清楚喔 影響到接下來這一分 對 讓劉斐喔 有喘息的空間啊 很可惜喔 這個 如果 這個這一集 彭天威 輸跳 要加持 他應該是會 下一期更辛苦 對 要反攻 哇 如果 劉斐的反擊啊 早在 馮天威的算盤之內啊 這一次 防守 手得相當到位 劉斐是想說 我進攻回去 應該會拿分的齁 但是呢 面對的 經驗豐富的 馮天威 早就已經準備了齁 9比10 還落後一分 那就看這一球 發完球 搶攻啊 沒有機會 哎呀 是一個 不是非常下線的球 結果 馮天威呢 一拉出界 結果呢 在第五局的比賽當中呢 新加坡的馮天威 雖然說 一度 又超前對手 可惜的是 劉斐 11比9帶走勝利 這代表比賽即將要進入到 第六局的對決 歡迎再度回到轉播的現場 馮天威跟中國銷球手 劉斐的交手 現在來到第六局 當然這邊還是要再 帶你來討論一下 其實在前一局 8比8之後 馮天威 感覺上 不管是在 8比9 8比10 都是丟分丟比較快 有點受到影響 在當然場上 有時候呢 就是在 球的節奏彈跳 有時候就是剛好 這個時機 沒有控制好 或者是判斷能力錯誤了 剛剛 黃憲天威中 剛好有這個問題出現 事實上是非常可惜的 對 錯過了第五局之後呢 現在 現在 第六局 等於讓劉斐又有一個新的開始 對 你要打 打敗這種 消球的高手 這個一定要 還是發揮 進攻再進攻的 喔 這個時候劉斐呢 突然間呢 要 做一個快速反拉 事實上 以這樣的 局面 不需要這麼快 因為 第六局剛開始 應該跟 馮天威某 好好的去消 對 也可以消耗 馮天威的一些體力 我感覺上 劉斐的策略 反而是在前面幾分 希望能夠在比較短的拍數 決勝一樣 對 每一集 這個休息一分鐘 教練的 需要的戰術 一定要明確 事實上 這個過程 你可以看出 馮天威已經在調整 稍微也不急著攻擊 做安全的回擊 應該也是要 體力上 稍微反核一下 可以看出 這個球完全不攻了 突然又往跪腳走 劉斐第二次的想反衝 一個攻擊的失誤 這個時候 感覺上是 比較急躁 應該是消球選手 更要有耐心才對 所以 我想 劉斐呢 現在的情緒 要稍微緩和一下 自己必須要告知自己 冷靜下來 對 應該跟馮天威某說 我打個一二十個來回 我都跟你打 因為畢竟在消球的訓練 他就是有耐心的 那不像攻擊選手 越快越好 3比1 輪到馮天威的發球 好 殺高球 哇 來救回來喔 這個球 好偏了 直接 所以 也看得出來 馮天威的策略 一有機會在短拍數決勝 那 絕對不能放過 如果說連續的 畢兩次強攻沒有機會 就會回到比較過度的打法 對 小球的策略 一定要 心態上呢 就是球穩 球穩 喔 想要做一個 側身道 應該 馮天威也受影響 結果是觸網了 結果這個步伐的調整 我認為最後一刻 出手的時候 可能想說要換個 弱點 2比4 做好消球的預測喔 這個球 馮天威呢 揭發球 直接的反手拉球 好 也是一個 所謂的顆粒呢 削過來的 一個反旋轉 哇 你拉的那麼重 我削過來的 就是一個 反旋轉的下陷 也會更重 對對對 你拉的越強 我回過來你越難打 這一局的分數也都保持在 兩分 好扣殺 對啦 最後還是打到 劉斐的接近身體的位置 也是中路 這個也是 劉斐到底你是要用 右邊還是反手來削 哇 又是削球 判斷上嚴重的錯誤 失誤了 結果呢 看這個動作 應該是打到手指 完全沒有削到球板的中間 這個劉斐要能夠 追上分數 還是靠他的 消球的功力啦 對 這幾分其實可以看到 劉斐他在 整個前進後退的步伐 好像 退得不夠即時 分數的差距來到4分了 分數的差距來到4分了 你以為還是非常穩健 又讓劉斐發生失誤 這個劉斐 太想搶反拉了 當他一直想要反拉 事實上呢 也不見得說能夠得分 反倒這一局裡面呢 劉斐的正手的失誤力太高了 差距慢慢的被拉開 所以 昨天為了經驗 感覺越到比賽的後半段 越能夠發揮出來 對 他現在呢 也不急了 反正你消球前所呢 更急躁了 所以 我想他會穩扎穩打 等待機會 好 先控球 反了一下 不急了 對 發現沒有到最好的機會了 先回戳幾個球再出貨 不過 反倒又是劉斐這邊 劉斐 劉斐 終於 搶先發動攻勢了 終於在 待會一二十拍的當中呢 逮到一個偏高的球 搶攻了 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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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比賽的過程 馮天輝應該會以拉反手中路為主 盡量不要拉劉斐偏右的地方 以馮天輝的經驗 後段已經8比5的領先 應該會找機會前擊板就是快衝 重板還是會打到球桌的中間 就是接近劉斐的身體這個地方 對 在第6局當中的馮天輝 我看到他的領先分數從原本的5分到現在變成2分 所以立即的叫出暫停 來到場面跟錦駿鴻教練討論一下 前一輪他以4比3立刻中國小將李家園 連續兩個回合都碰到了中國選手的衝擊 這個完全這一場球賽這一集 就看你馮天輝的攻擊的穩定性 畢竟對方是消水選手 應該是重板的 哎呀 在拉球還是造成了不限的失誤 就追上了1分囉 哇 如果這樣李家真的拖到第7局才能決勝負的話 輸贏就很難講了 就要反他了 漂亮 防守的好 可以看出劉斐男可以只要打到他的正手 他基本上就一直想要反他 突然換一個角度 但這一球插網沒進啊 又是一個顆粒消回來的下陷喔 哇 怎麼突然出現 馮天輝一直好像在觸網的感覺啊 呃 他這個落點的想法是沒有錯 很可惜最後沒有拉近了 現在剩下一分差了 對於馮天輝來講又是緊張起來了 對 重板了 可惜又是安全 對 再次的重板 中路 拉快慢齁 快慢 還是要等待一個稍微偏高的球 反了 哇 劉斐這一分拿到手之後也高舉拳頭 為自己打氣了 確實是發揮呢 一流的技術 喔 你可以看出喔 馮天輝呢 拉過去的浮線也蠻低的 對 那馮天輝呢 喔 這個球應該自己覺得 對方打得太漂亮了 這一局裡頭呢 劉斐發揮他的耐心喔 越到後半段啊 好像打得反而沒有比前半段來得這麼急啊 8比8 感覺一個蠻正常的來回喔 結果馮天輝嚇往失誤 這個已經打到齁 馮天輝呢 感覺上不知道怎麼去發力了 這下子又讓中國選手喔 劉斐取得超前喔 從原本的3比8到現在 連拿6分啊 對啦 要重板 好 扣殺 對啦 就是 一拍接一拍喔 銜接的重板擊球喔 對消球選手是最有效的一個打法 當然 能不能掌握出這種偏高的球喔 就要看馮天輝的判斷 對 好 9比9 劉斐的削球 反攻 哇 馮天輝呢 在第6集的中後段喔 拉球呢 太多偏右邊了 反倒呢 劉斐就是沒有考慮的 就是反攻 也不想去削了 反正球來就是回攻 那有經驗的 如果是劉斐 如果很冷靜的話呢 要注意他的中 中間的位置就可以了 應該右邊 馮天輝不大敢做一個 喔 強攻的 好 反而是讓劉斐 搶先逼出第6局的局末點 有機會把比賽帶進決勝第7局 就是相當中的來回 反彈 一個機 已經非常清楚的喔 這個劉斐呢 也在等在那邊喔 他說你如果再往我正所謂 我就要搶攻了 哇 摩擦 沒有打得很準啊 10比10 Deuce 這是兩個人這場交手當中喔 第二度殺進了Deuce 中板 哇 確實齁 黃天輝呢 在衝一板的 因為他的速度力量很強啊 如果劉斐用顆粒消灰啦 你就要注意他特別下陷 這個真的是考驗黃天輝的 體力啦 完全是要靠體力 因為你要發出的力量呢 你要特別 協調性要好 延續衝擊中路喔 這一次聯工三板拿下分數 這個可以看出的話 新加坡黃天輝呢 應該是自己也覺得 有點累了 有點累 感覺從他出手的力道 已經跟比在前半那 比起來是有下降 有下降 對小球前手喔 落差不會那麼大 他平常就是 防守再防守 好 十一平 也是各發一球 哇 還是出現拉球的 觸網齁 這個過程啊 應該只有 黃天輝自己知道齁 他的 這個整個 肌力啦 肌耐力 怎麼樣去整個 產 產生的力量 這是劉肥又一個局目點的機會 太急了 這個球不好拉齁 所以劉肥呢 畢竟呢 有點急躁 有點急躁 這個球再消回去 對 馮天輝一大 還能夠再多打幾個來回啦 對 馮天輝一大的壓力 十二比十二 又是一次的deuce 真的 打到長局 都是考驗雙方的耐心啊 發了長球 哇 哇 哎呀 這個球 事實上呢 沒有多大的殺傷力 你可以看出呢 劉肥在消球的時候呢 想要往前 又想要馬上後退 這個球沒有處理好 好 好 賽末點 應該是強攻 沒有想到 馮天輝自己的拉球也發生失誤 沒有把握這一次的賽末點 比賽的過程喔 對馮天輝來講 這個球呢 也是 沒有所謂的壓迫性喔 而且自己產生的失誤啊 比場商人 對選手來講 其實是要 心態上要怎麼控制 對 哇 還是劉肥的 正手反拉 從第六級當中呢 已經出現了 基本上是四次以上拿分了 其實這位中文選手 打得也蠻堅持的喔 就算剛剛有出現失誤喔 他就是 要打進為止啊 球來了還是按照他的 就是去進攻的策略 事實上劉肥這個球 不見得要反拉了 好好的去消 喔 漂亮 這個擺的呢 右轉喔 而且是偏走的位置 吊動到了劉肥的腳步 對 這個劉肥的站位呢 沒有站穩 就是 六四 十四平 哇 這兩位選手 打得一攻一消喔 打得非常的精彩 往連圍的發球 好 搶攻 這幾板在進攻中路的球 不見得要發出全部的力道喔 忽重忽輕 去影響劉肥的站位 就是連續張在進攻十板以上 我現在感覺 劉肥的站位有點受到影響 從連圍 中板 喔 還是救回來 手回來了喔 反拉 劉肥 這年輕的選手 還是想要 在這麼多來回當中 做一個反拉 這確實要靠他的步伐 喔 我想這個劉肥的心態 應該是 就是想其實得分 應該要堅持消息喔 好好的跟他消 說不定呢 喔 這個戰況就不一樣 沒錯 好 落後的劉肥 當然要沉得住氣喔 對 又一次的面對到對手的賽末點 吳林薇 找機會發力 沒有機會 拉高的 劉肥好好的控球 好中板 因為這段時間 彭天威的力道比較輕一點 所以劉肥也必須要比較靠近球場 有了 扣殺 哇 還救回來 漂亮 哇 最後 彭天威 拿下了至勝分 十六比十四 在第六局的比賽當中呢 新加坡的頭號女端啊 從最多領先到五分 到後來被對手超前 面對到了劉肥的局墨點啊 最後在敖戰 接近一個半小時的情況下呢 彭天威 四比二 淘汰掉了中國小將啊 也取得了女單四強戰的門票 非常不容易的一場勝利喔 當然也要請朱老師要跟我們分析 這一場球 彭天威獲勝的關鍵在哪裡 對 整個比賽的過程喔 事實上彭天威呢 確實發揮他的攻擊的這種強弱 而且弱點的變化 那原則上呢 彭天威這場球賽能贏的關鍵呢 就是在比分在後段喔 尤其接近十一分的時候 利用呢 他的快攻喔 所謂的掌握進攻的手段 而且呢 一個重板進攻再進攻 打向呢 劉肥的中路喔 就是接近身體的地方 完全是突破 那這個比較年輕的劉肥 這一場球賽喔 事實上呢 他在消攻的節奏上呢 不是很清楚 比方說他應該是領先了 很有力的時候不見得要反攻 反倒呢 自己反攻似乎呢 整個局面 整個氣勢影響很大 所以應該是經驗上啦 但是也可以看出 這場精彩的比賽喔 尤其呢 年輕的劉肥 能消能工喔 將來勢必是 這個在中國隊裡 是一個主力的選手的 沒錯 在這場比賽當中呢 我的天威是連續淘汰掉了 兩位中國小將 取得了四強賽的資格 比賽到這邊告一段落 也請觀眾朋友先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為您帶來下一場比賽的轉播